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满两周年 西方陷入园屋疲劳之后 日本为何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日本与乌克兰签署的56份合作文件 都涉及了哪些内容 对日乌双方有何意义 在日本内政方面 岸田内阁的支持率连续四个月处于危险水域 不支持率高达了82% 而日本的GDP被德国反超也令日本国内忧心忡忡 经济疲软 支持率低迷 岸田如何应对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 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日本乌克兰经济重建推进会议19号在东京举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乌克兰总理石梅加尔 一同出席会议 岸田文雄在致此时表示 日本会为乌克兰重建经济提供支持 本次会谈是日方对未来的投资 ゼネスキ大統領は 安田还在开幕致辞中宣布了一项新的日务双边税收协定 并透露双方已开启投资协定谈判 但并未说明具体细节 约有50家日本公司在本次会议上 以农业发展 电力和基础设施 清除地雷和废墟处理等7个领域 同乌方签署协议 双方还将针对启动医疗相关企业的重建支援 网络对策 锋利事业 以及利用卫星数据支援农业经营等项目达成协议 在日务经济重建推进会议上 两国的政府部门包括企业总共签署了56份的合作文件 关于这些具体合作的内容 你有哪些观察呢 好 这些文件实际上是岸田政府 从去年岸田首相访问乌克兰 双方就已经就这些议题开始进行磋商 56个所谓的双方达成的一些项目的文件 其中可以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大概有五个左右 是日本政府 还有文部省 文部科学省 以及国土交通省达成的政府间的相关的 这种合作的项目 意向的这些文件 还有呢 有十多个是属于类似国际交流合作机构 或者说贸易团体达成的有关的经贸 金融 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协议 另外呢 有二十多个是属于呢 这次打包一起放在一起的这个日本的一些企业和乌克兰有关机构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合作意向 这就包括呢 比如说 这个双日贸易公司 还有呢 三菱 还有亚马哈等等一些公司 从自己的业务特长的角度来讲 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贸易 以及呢 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意向 大概呢 是这么三个部分 组成了这样一个一揽子的这个合作意向 另外呢 日乌双方还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啊 日本呢 将为确保乌克兰的经济稳定提供一个长期的支援 对于双方达成的这种合作 对乌克兰来说究竟能起到多大的帮助呢 我认为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呢 实际上早就考虑呢 这个战后的重建 但是呢 现在局势呢 说句实话啊 很不脱底 因为战事还在继续 只有实现了真正的和平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基础设施建设呢 才有意义 那么所以这次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 实际上它是希望日本能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因为美国还有北约 就欧洲一些国家 他们只是在提供武器装备 这方面呢 是做了很多的投入 但是呢 在战后重建方面 作为泽连斯基总统 他非常希望日本能起到一个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 这么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实际上呢 我认为象征意义呢 是比较大的 但是实际上呢 是不是能落实 我认为呢 这个还要看乌克兰国内的状况 那么对日本来说 对岸田文雄来说呢 这也是它在支持率不断地下降的情况下 希望通过这种外交上的这种 有些亮点的 有作为的这种展示呢 来巩固它在国内的执政地位 刚刚你也说到啊 乌克兰方面其实是想 日本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方面 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为什么是日本 日本在这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我认为呢 日本呢 在这个过程中 它提出了有七项和乌克兰进行合作的 这些具体的这个内容 用岸田文他的讲话说 我有三个原则 我有五个行动 我有五十多个项目 什么三个原则呢 就是包容性 还有呢 这个合作伙伴 再有就是智慧和技术 那么从这三个原则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它也是迎合了就是乌克兰一些国内的需要 认为我这不是支援 我是愿意考虑和乌克兰合作 你们需要什么 我提供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呢 这个清除地雷 那么这方面呢 日本在扫雷技术 包括海上的水雷 以及地面的扫雷 那么这个日本呢 它是有一些强项的 在这个冷战后 比如说像柬埔寨的 这个维和行动当中有扫雷 那么日本派出了自卫队参与这个扫雷行动 那么这次呢 它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已经是向乌克兰承诺要提供50辆 再加40辆 一共90辆 这样一种就是说呢 这个扫雷的专用的机械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我认为呢 有可能呢 就是对乌克兰啊 就是进一步 比较安全的来恢复基础设施是有帮助的 但是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些机械设备的提供 以及操作人员 如果是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自卫队是不是要派专业人员出去协助 那是不是又涉及到一个自卫队 向海外这个战争冲突地区提供了这个军事人员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还没有细节的报道 但是呢 还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 一些战争导致的机械设施损毁 比如说有些这个楼房已经垮塌了 到处都是战争的这种废墟 现在呢 乌克兰它的劳动力也好 或者说它的就是说年轻人也好 很多都走上战场 实际上呢 缺少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人员 来清理这些战争废墟 战争废墟不清理 那技术所实施重建是不从谈起的 所以呢 也希望日本呢 在这方面提供一些机械 以及人员方面的支援 但是从日本的角度讲呢 它的确在防震啊 这个救灾这方面呢 它还是积累一些经验 以及呢 这个科学技术 或者说是一些机械设备 但是呢 现在能不能兑现 就是做到为我个人认为吧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说像日本国内 有些人就认为 说我们这个能登地震啊 那就是这个石川县的啊 这些废墟啊 还没有得到清理 就是三个多月了 过去了 有些地方呢 还是断水 没有自来水供应 所以就是说日本国内呢 它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投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不是能够双方达成的这个 这种意向 是否能够落地 对 能够落实 我认为呢 还需要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日本是放宽了对本国武器出口的一个限制 现在它这么积极地投入到 乌克兰灾后重建的工作当中 您觉得接下来 日本有没有可能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呢 从目前来看哈 这个它还是比较收敛的 但是呢 从2022年 日本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 它已经在考虑呢 进一步突破出口武器的一些原则 过去它是以民品生产为主导的 但是现在呢 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它要加强呢 军工生产的科研和投入 以及呢 未来的海外市场的拓展 那么我认为呢 它有可能利用乌克兰这个局势 在表面上说 是美国给我压力 我不得不这么做 实际上呢 它是要考虑 今后它一旦形成了军事工业的体系 那么它的一些产品 有可能出口到哪儿去呢 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 这是它最考虑 或者说南亚地区 最考虑呢 优先的地区 但是呢 比较敏感 所以呢 如果是在乌克兰 这个战事还在往前发展 而欧美 我们看来 今年又给了很多的这个 就是至少 在表面文字上的 这个像法国提供什么 30亿欧元的这种援助等等 那么实际上呢 看欧美在这方面 还是有余力的 所以呢 随着未来的发展 如果继续呢 长期化 战事的对乌克兰不利 那如果乌克兰提出这个要求 我认为呢 日本现在一步一步的 实际上呢 比较长远的考虑呢 并不是说 现在偶然发生的这些事情 早在2007年 当时的安倍和麻生提出的 所谓自由与繁荣之乎 乌克兰是锁定其中的 那么今后 印太战略 以及呢 所谓的同盟国 加同治国 联合起来应对中国 那么这个乌克兰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从日本未来考虑 灭向未来的投资 是什么投资呢 实际上是战略投资 那么也就是说呢 要进一步 从安全保障 这个角度也要考虑 这次他们双方呢 还有一个 就是文件 就是叫做 情报保护文件 就是双方呢 要就一些秘密的文件 情报呢 进行交换 但是呢 也要有双方呢 对外的保密措施 那么所以呢 我认为 随着事态的发展啊 那么日本会一步一步 从一到南啊 一步一步呢 突破一些呢 过去可能成为 禁区有争议的部分 那么向安全保障里面呢 继续伸出触角 所以就像刚刚这个 新短片当中 岸田说到的啊 支持乌克兰 就等于是在投资未来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俄乌冲突延荡 马上迎来两周年之际 很多的欧美国家 援助乌克兰 都已经很疲劳了 为什么日本 还这么支持乌克兰 它背后有什么样 自己的考量吗 我想呢 这个刚才我提到一个就是 这个它的印太战略 是既定的计划 对 这个印太战略 它在2022年 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 它又增加了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 作为日本来说 只靠同盟国是不行的 必须要呢 就是加上一个叫做同治国 也就是有志同道合的国家 来共同的应对 那么这个什么是同治国 实际上就是在价值观 以及在印太 这个战略 或者印太构想 地缘政治这方面呢 认同日本的这个主张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其实它 对它来说 一个是扩大它在国际上的影响 提高的地位 这从去年 日本主办的这个七国峰会 就已经开始呢 在经济后援 就是说战后援助建设 这个方面呢 它已经带了一个头 我想呢 这是除了安全保障 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国际地位以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把一些日本国内的大企业 要给他们找出路 找活干 那么就是说呢 在战后重建 实际上对日本来说呢 它把它作为一个 未来海外开拓的市场 那么同时呢 也有对俄罗斯战略考虑 因为在乌克兰危机以后 实际上日本接受了很多的乌克兰 这种就是打个引号吧 难民啊 这里也有儿童 也有妇女 那么这次达成的这个 协议当中 很重要的设计这个部分 就是叫做 WPS它叫 就是叫做 妇女和平安全 提出这么一个口号 日本的那个外相 也是在组织这样一个会 那么这个当中呢 实际上也包括了 就是未来的投资 就是人 就是可以说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啊 它要把乌克兰 从现在开始 要做人力的 就是未来人脉 人员的这种 或者叫做之日 或者亲日的这种势力的培养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比较漫长的 但从实际上 现在也开始了 作为日本来说 它期待的什么 就是这场战争 导致俄罗斯失败 普京下台 那么未来呢 是一个亲西方的 或者说呢 对日本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领导人呢 能够登上乌克兰 甚至是俄罗斯的 政治的统治地位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 在我们现在看 说他们之间 有北方领土问题 那这样得罪俄罗斯 对它不利 但是日本 它考虑的很远 那么如果说将来呢 局面变了 俄罗斯变天了 那个时候有些乌克兰 人就会支持呢 北方领土问题 对日本有利的立场 实际上 在日本已经出现了一些 乌克兰的这样一些团体 他们就是支持呢 这个日本在 这个俄罗斯所说的 南圈岛群党 日本所讲的 北方四岛 这个问题上的日本立场 所以日本考虑的问题呢 它比较 我认为呢 一个是有它的 未来的投资 它是有深意的一句话 另外呢 也是有一些非常细致的 就是在细节上的 具体的投入 看似日本是在下一盘大旗 先谢谢刘先生 点评分析 下集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岸田内阁支持率 再创新低 不支持率是高达82% 相关话题 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金日谈 欢迎你回来 日本民调显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仅为14% 是它自2021年10月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每日新闻在17号和18号进行的民调显示 岸田内阁不支持率比1月上升了10个百分点 达到82% 是每日新闻开展相关民调77年以来最高的不支持率 而日本独卖新闻1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本月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为24% 不支持率为61% 日本经济低迷 通胀高企 以及自民党派系黑金丑闻 使岸田文雄支持率不断下跌 它在去年9月改组内阁 并在11月推出综合经济对策 但未能挽回支持率颓势 日本内阁本月的支持率是自2009年2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在日本政坛 内阁支持率若跌破两成 被视为陷入下台水域 我们看到岸田内阁的支持率 其实已经连续四个月是处在了一个危险水域 根据每日新闻的一个民调显示 更是已经跌到了14% 为什么岸田的支持率是跌跌不休 您觉得它有下台的可能性吗 首先我认为 它的支持率不断下跌 其实是符合我们过去做节目当中的预测 但是为什么还在跌 就是有新的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由于这个黑金政治 已经是造成了在现在日本通常国会当中 岸田文雄几乎就像受审一样 满脑袋试包 很多问题他回答不了 这些人他们的钱究竟是到哪去了 都是自己内部在调查 不是第三方的科学的客观的调查 当然老百姓不满 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 很不幸今年1月1号 日本发生了这个能登地区的地震 可是呢日本并没有像想象那样能够及时的迅速的 这个救灾 所以在三个多月以后 民调显示有40%以上的受访者 对岸田 救灾处理 并不满意 那么当然还有呢 经济的问题 但是经济问题是一个 应该说是个常量 过去也有 那么现在呢 日本经济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 那么就是他虽然经济 整体来看是往下走 但是呢 他的股市是往上走的 现在已经达到了几乎是 这个1989年 泡沫经济的顶点 就是38000点日均平均指数 所以有人高兴 有人愁 那么这都是一个什么呢 未来日本泡沫有可能形成 最终有可能破灭 这样一个呢 先兆 所以日本老百姓并没有从中的感觉到 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有人呢 可能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呢 多数老百姓并不认同 说到日本的经济啊 看到日本内阁府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日本民意GDP是 大约为591.482万亿日元 换算成美元的话呢 是被德国反潮了 日本等于说从全世界的第三名 跌到了第四名 日本国内是忧心忡忡 但是您刚刚说到 日本国内的这个股市又非常好 那究竟日本的经济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 就是他下接到第四位 不是偶然的 是这30多年来 日本经济啊 一直是处于什么 就是叫低空飞行 增长缓慢 现在的原因是由于什么呢 就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加息 没有减息 所以呢 美元利率高 导致呢 这个美国的股市上扬 那么另外呢 日本维持原有的货币政策 所以日元在贬值 日元一贬值 就使得他这个经济增 美元计算的这个规模呢 就缩水了 那么日元贬值又导致什么呢 就是大量的外部的资金 他们呢 到日本股市投资的成本降低 所以一部分是由于海外投资 进入日本的股市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一旦美国那边有风吹草动的异象的运作 那么海外投资 如果流向另一个方向的话 那他这个股市泡沫是很危险的 从日本经济本身来看啊 他也有他的 就是另外一方面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那么劳动生产率呢 他主要是什么 同样的资金 人力 成本的投入 他所带来的产出 那么实际上日本在这方面呢 并没有一个出色的表现了 他在20多年前 大量的海外投资 实际上一些技术人员 已经投到海外 有些到现在又退休了 他在国内这方面呢 又没有什么一些新的技术拿出来 那么最亮眼的 也是炒得最热的 在股市行情上最热的 就是半导体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这一两年炒起来的 究竟以后呢 能在多大程度上 能支持日本整个产业的发展 实体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呢 还需要继续观察 另外在半岛局势 不断升温的一个背景之下 朝鲜跟日本之间的互动 是非常的微妙的 在16号 日本内阁的官方长官林芳正就说呢 日本是正在准备 朝日之间的首脑峰会 此前岸天文雄也是多次表示说 已经做好了准备 愿意无条件的 同金正恩进行一个对话 那日方的考量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呢 是从本身的执政地位的稳定性考虑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能在朝鲜 这个方面 特别是呢 日朝领导人实现峰会 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 显然是岸天外交的一个成果 那么这对于他的内政满头是包的 这样一个状况来说呢 那当然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从目前来看啊 这个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 已经实现了美国和日本 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领导人的峰会 那日本呢 他当时是碍于安倍内阁 非常非常的介意 有关所谓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他不跟 反而是坚决要求呢 继续保持对朝制裁 那么这样就导致了一个 美国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呢 就是轻易的解除对朝制裁 造成什么呢 美朝关系的又一步趋了 那么现在呢 拜登政府 一个是啊 这个乌克兰危机 第二呢 是这个巴以冲突 可以说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呢 来在半岛问题上有作为 而现在半岛局势呢 实际上由于尹熙越执政以后 他的任务调整 导致呢 这个地区呢 并没有说美日韩走到一起 对朝鲜施压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缓解了 反而是更加的紧张 所以呢 如何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实际上呢 这不仅是啊 就是中国呀 或者说俄罗斯的利益 同时呢 也是美国和日本的现实利益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就是 岸田这么做 他一定会跟美国沟通 所以拜登呢 我认为他某种意义上讲呢 表示支持的 不会从中就是做梗阻拦啊 对这个局势的缓和呢 实际上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认为这个岸田 他曾经过去表示 无条件呢 可以和朝鲜呢 进行对话 那么最近的也是 他主动释放这个空气 这气球 就是说呢 可以考虑呢 打破过去的一些家庭局 和朝鲜的领导人呢 这个会晤 当然朝鲜方呢 也是出乎意外的 做出了一个相对积极的反应 两个信号 一个呢 就是在今年年初 我记得是1月5号 当时呢 那个金正恩委员长 给日方发了一个卫温电 就是就这个地震之后 那这也是呢 就是自 可以说哈 这个日本 三十一大地震以后 以来没有过的事情 日本来说也有点吃惊 但是日方呢 我现在观察呢 他接过这个球以后呢 实际上他在内部在 有专 我认为他一定会有 专门的班子来研究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那么他现在呢 考虑就说呢 一下说我完全就说 不想解决这个 这个 什么日本 这个人质 或者绑架日本这个问题啊 我不想解决了 这说不过去 所以他还要坚持 但是呢 我注意到他已经有点呢 把这个期望值降低了 他并不是说呢 要一览的解决 你要给我归还 那朝鲜说我已经解决了 我都给你了 他说还有17个 所以他现在降掉了 他说什么呢 我们要首先搜集信息 把这事呢 确认搞清楚 如果就是这个 如果是朝鲜方面 答应了 我们可以谈 但是我有的立场 你有的立场 我们可以谈 但是不妨 你到平常来 一拍几合 所以我认为呢 就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说 没有现实可能性的 但是呢 真正解决 他们之间的一些 结构性的问题和障碍 还有很多细节的猫 还有很多路要走 好 非常感谢刘江永先生的 点评和分析 谢谢 也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感谢观看